爆胎狼戰隊紅色的過去揭曉了嗎? 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五人也是很相像啊 Carmen Rider 禮拜十又一個新型態推出 暴走型態駕馭配件登場了嗎? 難道就只剩下妹妹沒有強化道具? 蜘蛛腰帶又換了一位變身者? Aquirela會被打醒嗎? 大家好我是米甘 不論是對動畫、漫畫、遊戲、VTuber、特色這類 HCG相關話題以及作品的評論與推薦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也歡迎加入已經開啟的頻道會員 可以進入本頻道會員專屬的Discord群 以及擁有其他會員福利 特色書寶這個系列是將每個禮拜的特色英雄 拿出來解析與吐槽的系列 雖然也不一定每個禮拜都會做 又到了本週東映特色的部分啦 雖然上禮拜沒有做但應該沒什麼影響吧? 反正都會做上級回顧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 暴太狼戰隊目前應該已經把人物介紹的差不多 就連反派幹部三人也都登場完畢 女幹部也太美了吧 黃色鬼妹妹究竟有沒有解鈔呢?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過於自我中心? Kamen Rider 禮拜十的劇情節奏依然保持穩定 並且每集都會給出特別的驚喜保持先度 也終於來到第二部分完結的轉折了 究竟之後會不會開始脫戲呢? 那麼同樣是先來看 Abataro Sentai 上一集黃色鬼妹妹展現出了自私又目中無人 以及極為自我中心的性格 對任何人都會先入為主的評斷對方 最後又往往被打臉 也時常導致她答案就在眼前卻直接選擇忽略 這其實也跟許多現實世界的人蠻像的 從一開始對陶井太郎記不屑又要她幫忙做家事 之後為了找她心目中的陶井太郎 硬要跟著陶井太郎到處送貨又對她人不禮貌 無意中被陶井太郎幫忙自認為是自己所為 還直接瞧不起對方 身份明朗後又是照樣下跪 欸不是啊 你其他人都是雙膝下跪 怎麼這次只有單膝啊 而新出場的藍色星星簡單說就是 游手好閒 但洞察力與推理能力又很厲害的一個人 在前面的急速中能夠判定 只要一發生事件 被選上的人不論他們願不願意都會被強制變身 並且被傳送到戰場上 反派的老人會慫恿敗給慾望的人類 對於完全變成鬼的人會直接消滅 陶井太郎則是變身前後個性完全不同 變身後變成好戰卻又感覺隱藏著什麼的個性 對於老人直接消滅鬼也會感到憤怒 接著來到了這一集 雖然得知陶井太郎是誰 但黃色鬼妹妹的問題不但沒解決還被紅色攻擊 於是她找了被關起來的人想了解狀況 得知了陶井太郎的過去 從小她就是一個什麼都做得非常好的人 看不順眼的地方就會跑過去指點並插手做完 看到別人在晾衣服指摺一下 然後幫人摺整齊 看到別人在組模型指摺一下 馬上幫人組好 欸不是啊 別人還在拆零件而已啊 而且你這也組太快了吧 最後導致大家都受不了她 但她也沒意會到 知道所有人都搬走了 欸不是啊 就是個愛管閒事的人而已 幫忙做事也不錯啦 然後黃得出結論就是 阿不就是不會讀空氣的人 你自己也不會讀空氣啊 然後黃就被以探監時間到為有感了出來 原來這監獄有探監時間的嗎 根本誰進誰出啊 然後黃就遇到了藍色猩猩 在拯救差點被車撞的拇指時 發現對方的身份 也討論了紅攻擊他們 也許是因為他們不夠強 於是兩人也商討對策 如何應付紅 另一方面 陶井太郎來到了粉雞的上班處資源 兩人要協助虧損的壽司店正座 而陶井太郎又發揮自我中心的管事風格 要打工仔別偷懶 還要求訓練 不是啊 人家只是來打工的 不過他也點出了老闆的問題 那就是從小到大都是從別人那接受東西 而不是給予那方自然會缺少那塊 或是說經驗不足 無法接受不受認可的老闆變成了鬼 所有戰隊成員也被召喚了過來 然後雖然老人三人都到了 卻只有一人參戰 理所當然的被黃阻礙到退場 你們一起下去不行嗎 為什麼只是在旁邊看著 最後他們救了老闆 店面也生意辛龍 陶井太郎則是獨自離開 究竟他為何那麼執著要幫助他人 又好戰呢 這集也到此結束 雖然這集沒什麼重點 但也透露了很多東西 像是陶井太郎的性格 可能有些心靈缺陷無法理解他人心情 所以許多做法雖然有效 但會引起他人厭惡 當然目前他可能也是能理解這點 黑社會潛逃可能跟看得見怪人雜兵有關 黃色雖然性格非常自我中心 但還算善良 而這次怪人沒有巨大化 被擊敗後 齒輪直接掉到開頭桌上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而對於變成怪人的條件 是否不是慾望 而是對某件事的執著與悔恨呢 說真的 這次故事還蠻有趣的 下一集應該就會真正的五人集結 而且目前大家還都不知道對方的真面目 怪人也都是人變的 還要防止第三方消滅怪人 怎麼有種假面騎士設定的感覺啊 是說這次女反派怎麼又那麼香啊 投敵啦 哪次不投 貴什麼的 都消滅啦 再來是卡麵雷達的部分 同樣在上一集中 哥哥在與綠色混蛋的戰鬥中敗北 而弟弟得到了新型態 直接秒了綠色混蛋 雖然看上去弟弟才是綠的 然後綠色混蛋將錯怪到惡魔頭上 直接把惡魔給氣跑 Demon's 腰帶被扔下後 又被博士撿走 應該有被做改動 而BICE 因為始祖惡魔的關係開始暴走 在被弟弟妹妹阻止後 在家中被 Weekend 弄昏 帶走囚禁 三兄妹得知了他們成為假面騎士的真相 以及 Weekend 組織創立的目的 之後綠色混蛋沉不住氣 抓了許多民眾來當犧牲品召喚惡魔 造成了始祖惡魔復活速度加快 並且現身 大哥又受到影響暴走跑到現場 Aquirela只是看著 然後就來到了這一集 為了換回暴走的大哥 弟妹兩人無力招架攻勢只能被爆打 而博士拿了高風險的新配件 說能換回大哥 但有高機率會造成大哥與惡魔都消滅 為了把配件放到腰帶上觸發 博士拿出了腰帶變身成了第三位Demon's 還是三位中唯一會一直使用蜘蛛式攻擊的 這是不是在影射蜘蛛人三代通堂啊 終於有人知道自己是用什麼動物基因變身了 這也終於讓暴走的大哥觸發了配件安靜下來 另一方面從設施跑出來的始祖惡魔雕像 打了來獻媚的Aquirela一巴掌 綠色混蛋還跑來嘲笑Aquirela一番後 使用印章將始祖惡魔融入體內 獲得了始祖惡魔力量的綠色混蛋 直接用壓倒性的力量碾壓了弟弟妹妹 弟弟呆吉的新型態就這樣過了一集直接解除變身 這麼快的速度跟Grounder Geo有得比啊 不過和怪物融合什麼的 是不得了的死亡Flag 而在大哥體內的考驗並不是什麼自問自答 或是相同的自己對答 而是他最熟悉的澡堂 但整個氛圍都很怪 佈置像是祭典或鬼屋那樣 還有天狗面具 弟弟妹妹暴露最原始的慾望 澡堂內泡澡的全是惡魔 連掛畫裡也都是惡魔根本地獄繪圖 在快被吸引過去時 被爸爸的聲音叫住 回頭發現是Feru 也就是爸爸的惡魔 大哥對Feru非常敵視 認為對方不能接受他們家庭幸福而搞破壞 但同時也被點出這只是虛假的幸福 他們一家小孩都有惡魔的細胞 並不是正常人 過去BICE也是為了大哥幼小的心靈 才選擇將他隱藏記憶 未來也難保BICE不會變得和Feru一樣 而大哥最大的願望就是要保護家人 醒悟的大哥面對在心中的BICE 打破了幻象醒了過來 使用了新的配件變成了新型態 這畫面根本玩具廣告了吧 變身方式也是全身的盔甲保開 也就是暴衣模式 並不是 而這個形態可以使用高速移動戰鬥 看來又是一個高強度的速度型了 輕鬆就擊敗了與始祖惡魔融合的綠色混蛋 而綠色混蛋也與始祖惡魔分了開來 然後他就被始祖惡魔吸收了 還出現了前面劇情的跑馬燈 但說出的卻還是 世界不是我的東西了 雖然終於去了 但看來還是死性不改 吸收了綠色混蛋的始祖惡魔也成形了 這次收尾就在始祖惡魔離開 阿吉雷拉失落的自己走了 弗利歐又被丟下了 你前面幾集都跑去哪啦 編劇終於想親你了嗎 烏斯蘭一家這邊 大哥伊奇與拜師終於分離了 同樣過著幫助澡堂的生活 弟弟呆吉留在菲尼克斯 決心要改變腐敗的高層 妹妹為了打敗始祖惡魔GIF 留在Wink End 爸爸的記憶好像恢復 又準備轉移藏身處 博士看著自己活著的父親 雖然父親道歉了 但他還是無法接受的離開了 之後有可能父子和解嗎 總之這集就到此結束 也進入了另一個轉折點 阿吉雷拉到目前表現根本就是 單戀渣男終於碰面後被甩了 失戀後完全不理 一直陪著自己的慈情男 照這樣看之後可能自認失戀沒人愛而墮落嗎 經過了這次失戀的阿吉雷拉究竟會去哪呢 Iki在心中看到的貝雷 究竟是他體內的幻象 還是真的貝雷在跟他對話呢 博士在被強制解除變身後 身體會有損傷嗎 之後有沒有可能再變成卡麵賴達呢 而這次博士變身的姿勢應該是模仿Kuga 也非常符合騎士米的身份 然後攻擊方式和手是根本蜘蛛人士吧 一下蜘蛛人一下像猛毒 這是新的蜘蛛宇宙嗎 有沒有可能三兄妹都有始祖惡魔的碎片 之後成為其完全復活的關鍵呢 看預告下一集應該是歡樂象 但之前到現在的歡樂象預告都是騙人的 那又會給怎樣虐心的劇情呢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議以及討論 那麼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大家要看見 在這邊 還會否贏 解僞 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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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